我們今天來到什麼地方呢 來到一個很有度假感的地方 會以為像在海島一樣 對 其實就在你家附近 這裡是淡水 然後我們騎腳踏車 大概大家應該10分鐘以內都有辦法到的地方 這裡就是沙倫海邊的月夜月美 然後這邊就是在它的腳踏車道上 然後這邊這一家店 一走出去外面就是沙倫海灘了 然後所以它擁有一個很好的地理條件 就是馬上可以到沙倫海灘 那為什麼今天要來呢 因為主要這邊啊 就是我覺得適合不是很熱 但是天氣又很好的時候 那今天就蠻適合的 像這種春天的時候 涼涼的 對 那我覺得夏天可能有時候稍微有點熱 那尤其是像中午的時候啊 夏天的中午就可以沒辦法 可是這邊中午還可以待 夏天它要黃昏的時候 對對對 我們先進去店裡面看看 走 我們進去吧 哇 它這個佈置的非常有南洋風格 我現在來外面這邊講 因為現在裡面比較急一點這樣 因為有小孩的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菜單啊 好 它這邊的消費啊 大概就是一個人要180 然後它有一些活動這樣子 有什麼大求婚佈置什麼的 哦哦哦哦 蜂草啦 對 然後我們之前也看到人家就是有它有Cafe什麼的 哦 做那個叫做什麼 就尾牙活動或春酒之類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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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東西就是滴消180這樣子 好 我們看一下大概有些什麼東西 這邊瀏覽一下菜單 那我們剛剛小朋友是四歲六歲的時候不用滴消這樣子 掃一下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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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在那個太陽底下是稍微有一點點就大概二七八度 可是現在這樣子就是二三四度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環境 它就是這種很海邊的樹嘛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氛圍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個躺椅是我覺得精髓 然後那邊有一個盪鞦韆 對 就是蠻適合打卡的 目前來還蠻舒服 但是它裡面的位置稍微就是比較 要擁擠一點 因為我想可能來這邊的客人應該還蠻多的 所以必須要塞多一點位置才可以容納多一點人 對對對 不過目前來說還算蠻舒適的 尤其是這種天氣啦 超棒的 然後它這邊都有佈置一些那種 給你拍照打卡的 你看這邊 這個還蠻特別 對啊 拍個照好了 不過它這裡面蠻酷的 它那個感覺很像那個床啊 對 去改造的 對對對 它這邊附近也有那個回收場 所以它可能有稍微 利用這些什麼漂流木去做一下這樣子 這裡晚上最漂亮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一個下午的行程 所以就是想說下午來這樣 不然晚上的話應該更漂亮 如果我看人家 看人家那個影片啊 或是那個照片 然後覺得哇 晚上好漂亮 而且它晚上好像還可以幫你弄什麼燈什麼的 它就告訴你啦 它就越夜越美 對 越夜越美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 因為剛剛我裡面有貓啦 所以說 這邊的浪貓 就流浪貓有人照顧味一樣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上面這邊 它這個有一個 很像那個葉子的那種對不對 我摸摸看 它應該是真的葉子 對 這觸感是真的葉子 不要學它 不要大家都去摸 沒有 我輕輕摸一下這樣 對 它整個都營造得很有度假感這樣 用了很大量的那種葉子啊 或是那種草的元素啊 然後有一些貝殼什麼的木頭 那這些東西呢 就是你常去那種海島度假的地方呢 會看到的那些元素 那你看它這裡面啊 都有一些影響什麼 它就是說他們假日啊 然後會有一些表演這樣子 鑄唱 你看有吉他什麼的 它有這些東西 感覺很有那種巴黎島風這樣子 我們回到位置上去喝東西啦 然後它就是這些布置啊 這邊也蠻多吉他的對不對 等一下 你看這個 喔 它來的這個飲料 是用一個這個小碼 一個很沙灘的東西 這個是奶蓋 我們剛剛買了一些那個飲料對不對 然後覺得還OK啦 就是跟我們去 濾蓋差不多 我覺得消費還是比 牽手在那邊再便宜一些 對 但是這邊的環境啊 真的是無敵啦 我覺得如果你是 很有時間很有空的話 在這邊點一杯飲料 對 甚至你可以吃個餐這樣子 而且我看到有人吃那個火鍋 我覺得哇 看起來很好吃這樣 然後就可以坐 然後去外面沙灘走一走 然後再過來這樣子 是最棒的選擇 其實帶小朋友 可以真的可以消磨一個下午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最好是稍微傍晚的時候 然後可以看到那個夕陽 因為沙倫海灘這邊夕陽 真是無敵的漂亮 然後又可以傍晚 可以看到晚上這邊很漂亮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 經過這邊晚上是真的很漂亮的 我們甜點來了 甜點上面都有一個小旗子 然後寫著越夜越美 我們來吃一下我們的蛋糕 看起來不錯耶 對啊 這個是什麼? 起司蛋糕 我超不到 等一下好吃嗎? 好吃耶 很香 我們來吃吃看另外這個蛋糕 等一下來一起比較一下 怎麼樣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啊 不好意思 剛喝了那個氣泡飲之後 一直打嗝 那個 各有各的好吃 這個起司味非常的濃郁 然後這個巧克力呢 它的奶油啊 有點凍 所以有點像冰淇淋的感覺 然後巧克力也是蠻濃郁的 好吃 我比較喜歡這一個 可能我本身 可是我平常不覺得是想喝 這是個人喜好的問題 對對對 不過我覺得這個啊 比飲料還值得點 嗯 那我們現在去海淵走一走吧 現在還滿涼的 反而要是室內還比較熱一點對不對 對啊 因為可能有太陽照進來或什麼的 不會 我覺得今天溫度滿舒服的 對啊 我們走走看喔 好啦 我們現在就走到這邊啦 那 如果可以來的話 我還是建議穿個拖鞋這樣子 可以稍微去踏踏水啦 這邊很漂亮 這邊真的是 我們之前有來拍過那個夕陽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這邊 就是我還是要再講一次啦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嘛 然後 它這以前真的是滿髒的 然後現在真的是進到就是 真的是感覺不到有什麼垃圾了 然後很 平面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看人家在騎馬 當然你也可以去參加那個馬術啦 他們那個馬 可以騎馬活動 體驗 對對對對對 然後我們自己啊 還有帶那個 風箏來 因為這邊風其實滿大的 所以我們就自己帶那個風箏來 這邊稍微放一下 我們之前去那個 巴黎那邊啊 都會去放風箏 來啊 帶小朋友啊 這邊都蠻好玩的 然後 可以自己帶一些什麼 挖沙沙的玩具啊 然後自己在那邊挖沙沙 還不錯啊 但是現在這個下去的話 水還是有點冷 我來幫大家測試一下那個水溫 很冰耶 如果你很熱的話會很開心 可是 如果還好的話會覺得它還蠻冰的 可是明天又要變天了啦 大概只有十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十幾度的水吧 十九 十八十九 這天氣完水還是有點太冷了 對啊 而且他們現在這個水啊 我覺得變得還蠻乾 真的還蠻乾淨的 對啊 如果你是十幾年前來過 沙倫海灘的話 我覺得 沙倫那時候叫什麼 沙倫海水浴場 而且關閉一陣子了 就會覺得說 欸 想像中它是蠻髒的 可是 如果你 近年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 哇 這是整個風貌都不一樣了 然後啊 它這邊啊 我覺得它延綿的還蠻長的 所以 有空的人啊 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這樣走過去啊 然後走回來 還蠻不錯的 而且像他們騎馬的啊 有時候都會騎到蠻遠的 然後騎回來 我之前有看過 好啦 我們就稍微來總結一下 這個地方啊 然後 還有這個沙倫海灘這樣子 它主要就是說 我自己的話 我比較喜歡 這邊多過於白沙灣 因為大家來 這個方向玩的話 會選擇 白沙灣嘛 那 這邊的話 因為我只是小玩水而已 所以我會覺得 稍微踏踏浪什麼的 我就覺得不錯 這邊的沙比較細 對 然後我覺得乾淨程度 也比較好一點 雖然說白沙灣那邊的沙 比較 白一點 應該說黃黃的那一種沙啦 對對對 可是 就是我比較喜歡這邊 因為 就是很舒服 而且它整個 遼闊 然後我覺得 現在這邊 就是知道的人也 還沒有像白沙灣那麼多 所以人不會太擁擠 應該說大家可能知道 可是沒有去想像到這個地方 這樣子 對 然後 可是這邊可惜 就是 欸 就一家 店這樣子 那如果像白沙灣那 它那邊店就比較多 什麼咖啡店啊 附近有吃的啊 好餓 它這邊就是可能要 依靠沙崙 或者是 心事鎮 心事鎮那邊 或者是 淡水老金 然後再過來 這樣 這附近的停車也比較 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這邊 有輕軌可以做的到 這樣子 好 那就也推薦給大家 這個小小的景點這樣子 那我們之前有拍過這裡 也可以 參考一下 那 還有它外面有一間那個 我覺得蚵仔煎很好吃 對對對 蚵仔煎是超好吃的 對 如果你喜歡吃那種 就是比較有咬勁的那一種 然後 有點像是在吃那種 貴的那一種 煎恰恰的那種蚵仔煎 就可以 那 它不是屬於那種 薄薄很脆皮的那一種 它的皮很好吃 比較厚 對對對 好啦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大家掰掰 我們現在從海邊站步回來 馬場旁邊的攤車 來吃這個 蚵仔煎 這蚵仔煎超大的 它的粉漿呢 很厚 可是煎得很脆 超好吃 裡面料很實在 看一下它的大小 一隻手 兩隻手 三隻手 超大的 這裡好肥 好肥嗎 那是什麼 不知道 蚵仔 蚵仔 這蚵仔真的是很大一顆耶 這蚵仔真的是很大一顆耶